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刘思慧 性感女神谭卓刘思慧 在丈夫跑路的艰难前提下 她靠一个人依靠钢管骨的工作抚养病重的女儿 可谓是极为坚强的女性 由于是女主的角色 谭卓特化了一个时而非常性感 时而非常感性的女人 尤其是在预告假要推销事件的时候 她再次表现了 预示不怕事的本能 化身拦搏冲锋陷阵 引来无数好感 刘思慧的扮演者谭卓 让我们第一眼看上去特别像好脸 这都要把导演楼叶所赐 谭卓从楼叶春风沉醉的夜晚出道 当年百明了就是填补楼叶对好脸这款脸的追求 谭卓并凭借该片入围第六十二届 《嘎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出演《特勒》 树先生里的《雅女小梅》 以及《追凶者野》的《平杰》等 加上各种话剧 谭卓可谓文艺女神 谭卓的表演细腻自然 让人同其留思惠的遭遇 又对她对待生活的态度感到钦佩 《三女兽艺妻子》 《小家碧玉》 《王家家》《女兽艺妻子》的戏不多 但给人的感觉 她就是一个小家碧玉 师范的时候 看到恩人来了 就主动和酒表示感谢 而顺手将肉菜放在恩人面前的小动作 表现她的贤惠 当吕兽艺想自杀后 第一时间找到陈勇 她知道在吕兽艺的人生中 只有陈勇给过她希望和未来 笃定陈勇能再久一次吕兽艺 王家家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芭蕾舞表演教育专业 现在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戏研究者 她出演过一部大热电影 就是赵薇的《至青春》 她扮演暗恋陈孝正 而被郑薇夺爱的曾欲 王家家的表演温润如雨 对自己丈夫大难临头不离不弃 让人感到世间还有真爱 死患病大妈 催泪高手魏青 在《我不是要神种》 一位老奶奶的一番话 戳中无数泪点 四万块一瓶 我病了三年 吃了三年 为了买药 房子没了 家人也拖垮了 谁家还没个病人 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 我不想死 我想活着 这位老奶奶叫伟青 伟青是个一名 她原名柴正荣 河南平鼎山人 是知名演员毛排的母亲 是的就是吹石般那个小毛 年轻时一直从事话剧 小品等文艺表演 直到退休后才进影视圈 从退休后六十二岁北漂 开始成为大妈奶的专业户 仍我代表最有红高的 王贵与安娜 铁梨花的 2017年暑期档战狼2 伟青也出演了影片 开头烈士母亲与飞娘 票房达到56亿 而这次我不是要神 预计也在40亿起 大妈可能成为第一个票房过百亿的大妈鸡演员 出道十多年 伟青的梦想还是做一个好演员 她对媒体说 表演是为达到真实的状态和效果 我额头上神经都是疼的 到现在还常常流泪 演员的这些付出观众很难体会到 为了一个词 一句话 推敲一个动作 拿捏准一种情绪 往往是绞尽脑汁 这次一场戏就将全篇的泪点 推向新高度